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鸡蛋和豆腐最创意,最吉祥的新吃法 豆腐洗净,碾碎 鸡蛋打入碗中 加入一点盐调味 再加少许料酒去腥 搅散备用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一点小米辣 锅中放适量油 油热放入豆腐,炒一下水分 再倒入鸡蛋液 稍微静置几秒,把它炒成块 不要炒得太散了,不然的话夹菜的时候不太容易夹 盛出装盘 撒上葱花,美味鸡橙 这道鸡蛋炒豆腐,黄中有白,予以筋果银 口味清淡,非常好吃 祝大家新年里,才愿滚滚,诸事如意 我是小鹅,喜欢就点赞 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莴笋最适合过年吃的新做法 不炒不凉拌,开胃解腻,简单又好吃 莴笋去皮之后,捐种约一斤 切成小段 再切成稍微粗一点点的条状 加5克盐,搅拌均匀,腌一小时以上 腌一夜更好 腌好之后,倒出腌窝笋的水 20克泡椒,切成末备用 倒入窝笋中 加5克盐,10克白醋,10克生抽 搅拌均匀,即可食用 冷藏半天会更好吃 清淡爽脆,开胃紧腻 半年也不会坏 过年大月大肉吃腻了 来一盘烟窝笋再好不过了 两个小时,倒入窝笋中 净、搅拌均匀 两个小时,倒入窄 一般,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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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拌均匀 一般,搅拌均匀